你怎么又来了呀 我不跟你说话 我找王大哥 你不跟我说话 我还没离开这个家呢 你想跟谁说就跟谁说 哪行啊 我们家小飞要跟小鹏结婚 你说你让你女儿 横空出世出来插这么一杠子 有这么做事情的吗 要脸不要脸啊 谁不要脸呢 我脸就在这儿呢 也没藏着没掖着 我怎么不要脸啊 小涵 你来了 到屋里去说话呀 不用了 王大哥 你们家有老虎 我怕给我咬了 谁是老虎啊 我看你是母老虎 金芬 怎么说话 你闭嘴 没事 王大哥 我就跟这儿说吧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家小飞 跟你们家小鹏 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家小鹏愿意娶谁就娶谁 可是呢 我也想奉告个别人 别把什么好事情 都放在自己女儿头上 然后倒霉的事情 放在我们家小飞头上 谁把倒霉的事 放在你们家小飞头上了 你这是诚信找茬 金芬 你不说话行吗 你给我留点面子 行了行了 你回家去吧 你回家去 我还懒得理他呢 走吧 走吧 汪大哥 你可真糊涂啊 你说嫂子在世的时候 你就两耳不闻窗外事 所有的事情都让他料理 听他的摆布 那也就算了 起码嫂子是知书达理的人 你现在可好 你娶什么人哪 你也什么事情都听他的摆布 你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我不想说了 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家小飞跟小鹏的婚约 取消 你千万别耽误了 小鹏的大好前程 就这样 小韩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 小韩 faleま说 你现在 必须老实告诉我 你在背后 是不是要搞那些什么鬼 reaching 是不是要搞的些什么鬼名堂 这件事情刚刚平息 你不能再挑出新的是非 他故意跟我找差 我又没说什么 我就不信了 小韩 能够平白无故地来毁婚 那你的意思是我 让他来毁婚的 你不用跟我装糊肌 从今往后 你管好自己的女儿 不要再战户我儿子的事情 那缘分的事谁也说不准 他们要是真是走到一起 谁也拦不住啊 好啊 你今天终于说实话了吧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的女儿 就休想嫁给我的儿子 王志忠 你怎么连这样的话 都说得出来呀 现在不是你躺在床上 我跟你端屎端尿的时候了 我终于想明白了 当时反对我女儿 和你儿子好的 不光是大姐一个人 你也有份 那是又怎么样呢 你不看看你自己 自从你嫁到这个家来以后 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 你女儿再嫁进来 我们还有活路吗 你要是没有活路 那咱们就离吧 你从来都没看得起 我这个乡乡老妈子是不是 你一直觉得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 你一直觉得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 是门不当互对的是不是 那是又怎么样呢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告诉你吧 我早就说够了 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老王 我白伺候你这么多年了 你说我的命 为什么我就这么哭啊 反正事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着办吧 好 离婚咱们现在就去办手续 家里的财产我一分钱都不要 当时嫁给你的时候我就没图这个 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孩子的事让他们随缘 别难为我闺女 你这个人哪 你就是贪心不足 光想着自己的孩子 你考虑过别人吗 像肖飞 你看啊 对待你 对待我 对待彩琳 对咱们这个家 多好啊 这你不是不清楚 从你跟大丑闹离婚 到黄家强跟彩琳闹离婚 到帮着彩琳治病还债 人家哪样事情没出过力啊 那话不能这么说 哪有说帮忙帮出这么多麻烦来的呀 老王 你老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给拆散的 我非得把我的闺女塞给小鹏 不公平 孩子们的婚姻大事 我哪能左右得了他们呀 你为女儿的幸福考虑 这无可厚非 但是你得尊重现实 要不是你从中作梗 那小韩能上门毁婚呢 这你可冤枉我 怪不得他妈说你呢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不调查清楚就乱下结论 那不是你又能是谁 人家还没进门呢 你就跟人家吵起来了 是他还没进门 他就欺负人 我能不跟他吵吗 那你说 到底人家小韩为什么上门毁婚 你这个人妄性可真够大的 你还记得那个吕医生吗 小飞跟他好上了 不可能 你别污蔑人家小飞 小飞呀不是这种人 你以为现在年轻人跟咱们似的 那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妈说的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 别动 妈 你是不是哭过了 没事 你跟我爸又吵架了 你爸要和我离婚 我知道了 又是因为我 来 妈 坐下 妈 你到今天这一步特别的不容易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 妈 你听我说 我不想跟小鹏结婚了 你胡说什么呀 从此以后我不许你说这种丧气话 妈 妈 妈 我错了 妈 你别生气 我胡说八道的 妈 妈 你别生气啊 你最近怎么了 怎么动不动就发火啊 气大伤身呢 好了好了 妈 咱不提这个了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岂非今天 因为捋清工程的事 跟小朋友吵架了 吵架才好呢 他们吵得越厉害也好 你越有机会 明儿 你得马上想办法 赶紧跟这个皇家强离婚 你知道吗 今天小飞的妈妈 到家里来毁婚来了 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心想让我过上好日子 这个我都明白 我特别地理解你的心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啊 其实齐飞对我们一直挺不错的 她人也挺好的 我现在心里边就特别地矛盾 她要是愿意这么跟我争的话 我真的就 反而可以坦荡一些 你发什么善心呢 不是 妈 我就是 就是什么呀 从今晚后一点点这种想法都不能有 你有什么资本和这个小飞比啊 就你知道她不错 我心里没输啊 你跟我听好啊 就算是我要离开这个家 你也要进来的 彭彭你回来了 爸 你在这儿干吗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谈谈 你没有吵架了 彭彭 你公司里的事情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要跟你说 你是公司的总经理 到了这个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首先不能乱 你知道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公司现在运转得很正常啊 没出什么事啊 小飞的爸爸没有撤资 没有啊 你听说什么了 我没听说什么 没撤就好 没撤就好啊 我只能说你 你便要跟她的个人 你也没撤呢 你还能说你 你还没有想到 那你都没有想到 你已经想到你了 你又没有想到你了 你还要想到你了 你还要想到你了 现在爸爸想离婚 你同意吗 爸 你都到了这把岁数 刚结婚又离婚 不好吧 只要他能照顾好您的生活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没有原因 儿子 爸爸 谢谢你 爸 你说什么呢你